大家早安 中央氣象暑在今天早上 兩點半的時候 解除了西北太平洋上 第十四號颱風小犬的路上 颱風警報 如果未來颱風移動的方向 速度 甚至強度減弱的狀況 如我們所預估的話 我們將在中午前後 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小犬颱風造成 來雨和南臺灣的地區 遭受到嚴重的災情 根據最新的報告 颱風警報預估在中午左右解除 颱風帶來的長風和豪雨 導致道路的濕滑樹木倒塌 房屋受損的情況 接下來也是恢復重建的行動 隨著颱風離開以後 各地的風雨都小了許多 但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目前小犬颱風 它的外圍環流帶來的雲氣 一樣是一坡坡的移近 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 還有屏東這些南部地區 然後這一坡坡的雲氣中 一樣注意到一些局部的 深紅色的這些小的雷達回坡 而這些雷達回坡 只要移動到我們上空 就會帶來瞬間的強降雨 儘管小犬颱風逐漸遠離 禁逼廣東的沿海 事上屬人提醒 西部海面以及西部離島 今天仍會出現四米以上的大浪 有請長浪的線上 將會持續到明天 才會逐漸舒緩 此外沿海也依舊有強震風 尤其是金門 馬祖將會出現八到九級的強震風 澎湖和金龍北海岸和桃園 以及高坪沿海空曠的地區 也會照有強震風 也請民眾多加留意 原始新聞把杜宇明台北市採訪報導 雙整個